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是非常专业专专业 那么我觉得大方向讲整个Fed在买不停的买Mortgage Security 所以说很多所谓的小路马50万 Pricing非常好大家有机会找我们贷款顾问 我们公司400多位的贷款顾问为大家服务 也可以email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叫gmcc.com 当然可以找我们贷款顾问像Apple 很多非常专业的顾问 另外我再讲一下其实high balance 我觉得现在50万的贷款利息非常不错 我觉得overload 我想这个supply demand 这个market high balance也会continue improve 所以说回到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问题 就整个market开始much more stabilize 我觉得大方向利息是非常不错 的确是这样子 谢谢你James 我下面一个问题要问April April 现在的conforming的program 好像非常的低这个利息 根本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那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 还有哪一些族群应该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呢 对 现在这个mortgage rate又回到这个疫情爆发之前的这个历史新低了 我们现在资助屋conforming30年的固定呢refinance2.99 这个是no cost都是玩具朋友最青睐的 那这个利率呢已经在这个2012年最低点的时候呢 还要低一个quarter了 那投资屋的现在也是非常低的 我们都在3.75 3.875 没有cost 那而且就是我想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这个现在这个贷款呢 其实反而会比较更便捷一点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适应这个SIP Finding and Friendly Map呢 都暂时的放宽了这个appraisal的要求 现在80%的loan都是有这个appraisal waiver 或者是就是只要做exterior only就可以了 就这样呢 你可以消除怕有别人进家门的顾虑 那很多客人平常忙 那在公司上班 讲个人这个个人的财务也不是很方便 就是趁着这个机会重新贷款 那很多人都是一次性的四五个房子一起做 Rental跟Primary一起做 现在准备文件也都比较方便 好 谢谢April 那James 因为作为GMCC万通贷款 是南北加州首需一指的一个最大的贷款公司 那James 你们的Niche在这个时候 SIP的时候是怎么样补足了 如果是跟直接的银行贷款 那他们不能做到的 而GMCC可以做得到呢 可以可以可以 我说你讲的非常好 我想听出非常好 大家可能听到很多过 很多听说 现在Cashout不能做了 有的年号大年号 他说我们就不做Cashout了 还有的说他们Invest什么不做 或者说小房子换大房子的时候 他们说你的Departure rental就不能用 那你就这样很难Qualify 所以在我们公司来说 我们公司做一个Direct Lander 我们Direct Settle Fed Limit 我们有100多个Invest 所以说有很多Invest 还是可以做 比如说Cashout这样也可以做 刚才Apple讲到了 如果你不做Cashout 当然甚至可以做到小于3的API 那么你做Cashout 就稍微高一点 还是可以做非常好的Cashout 另外我强调一下 今天Apple刚刚讲的很好 Renture property 甚至你是2个优劣的 甚至有2到4个优劣的Renture property 当然conforming的话 一定会比较好 一些相对来说high balance 大于51万的话 那会高一些相对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 应该是什么 两道是可以优劣的 这个非常的区别 第三点的话 我想讲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小朋友 很多人 观众朋友他说 我们去换个大房子 但是一个小房子那边 他两个mobile 一般就很难Qualify 现在基本上很大的Invest 大多数的Band都会收紧 他说如果你没有2年来到History 你就不能用现在房子 轮启一下Qualify 这就很辛苦 那我们公司还是可以 Apple前一阵子都 刚刚closed过一个 他到这具体可以 跟大家分析一下 所以我就在说 在这个非常不稳定情况下 我们公司做一个非常强有力的 一个Lander 希望为我们在南北加的消费者 提供最好的代款计划 最好的服务 我想很多program 基本上都是还是可以做的 所以说希望有机会 请我们到我们 GNCC1的贷款 你可以打电话 866-GNCC1 或者直接到我们网站 叫GNCC1.com 当然最简单的办法 就直接到我们公司的 400多位的 专业专精的贷款部分 直接联系 电视上就打着Apple 好 谢谢James 那Apple 那作为一个资深 并且您这么成功的 一个贷款的顾问 那您对于政府推行的 Forbearance的这个program 您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你Lily 提到这个Forbearance 这个紧箍我要重新再念一遍 就是这个Forbearance 是政府出台这个policy 其实是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就是真正最需要的人 让他们可以在三到六个月里面 Delay payment 但是呢 这没有付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被forgiven的 它是要在这个计划终止以后 一次付清的 那如果不能负担的话 就要揉入这个它的本金 也就是说它会在这个部分 就是对这个部分要多付本金 一直到货这个贷款的终止 等到就是这个refin和卖房的时候 都是要还清的 一次还清的 所以呢 这个绝对是没有什么 经济的利益 那其实呢 还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我要告诉大家 对 启用forbearance的人 他们的信用分数可能不受影响 因为不是report as a late payment 但是呢 他们的信用报告呢 会被加以备注 那以后起码在这一两年内 买房啊重贷可能会有困难 哦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非conforming的lending 可能还更长一点 可能就是说这个 这个一两年是conforming 这个lending 那相当于就是当年的这个loan modification 一样 就这个其实forbearance 就是说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这是一个引咎止渴的做法 不是 是一个就是说没有办法的下下策 那如果你有难处 找我们或者您的贷款经济 通过refinance来帮助你 只是这个降低payment 增加现金流 好的明白了 好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 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各位朋友千万不要走开 还有更精彩的在最后一段